鬆結 分空超寶尚未起駕 文化系列活動 預告起跑 14日歌舞劇表演 16日將在停車場 錄製綜藝節目 17日也就是起駕前 會有歌手演出 把握倒數報名機會 庙內湧入大批鄉客 至今報名人數 多達17萬3千人 今年比去年 它占的比例 已經增加將近五成 未來還有兩天 我想差不多17萬5千人 考驗腿力的時刻到了 追隨媽祖腳步 最怕被海放 看不到軟轎的車尾燈 白沙屯GPS已上線 相當角可以透過掃QR Code 及時定位媽祖位置 另外台中同縱和醫院 邁入第十年 組成隨駕醫護團 現在不是只有 新冠病毒的風險 包括像流感病毒 包括腸病毒 包括腺病毒 所以防疫最重要的 現在已經不是戴口罩 跟安全距離 最重要還是要洗手 兩輛這戶車 由善心人士捐贈 在九天八夜 靜香期間 醫護車將會默默 跟在靜香隊伍中 作為長途跋涉的 香燈腳們 最有力的依靠 在靜香 我跟大家說